哈喽大家好,我是君,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支视频是要给大家评测一下 Daisy Kitty和Dose of Color合作的这一款眼影牌 其实这是他们第二次和Dose of Color合作 包装还是挺酷的,有点像一个晚宴包 它的闪片色在我拿到手的时候就碎了 这应该是跟它闪片色的材料有关 我用手把它碎的稍微揉一揉 它也就都结在一起了 有点像土豆泥,不影响使用 基础色主要是以暖色系为主 然后是这一些比较冷色系的颜色 我今天画的是主要以这个绿色为主的一个眼影 作为谎掉二白来说我是hold得住的 使用上的一些小畅门 我会在接下来的tutorial的地方跟大家具体说 我一共是用它画了三个妆容 一个是比较基础最日常的一个眼妆 还有一个就是以它这个绿色的这个颜色为主的一个妆容 最后一个是它蓝色系的这个眼影 哪些颜色比较适合我们亚洲女生 哪些颜色使用的时候可能要稍微小心一些 这支视频希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我们赶紧开始吧 整个铺了我的眼眶 第一排第三个颜色 加深在眼尾这个地方 加深眼睛的深邃感 这两个颜色其实融合性比较强 所以我用的是同一把刷子 下眼脸的三分之一 这样的话一个暖色系的打底基本上就差不多做完 接下来我就用第二排第一个画在了我比较想要加重的一个位置 就我会用同样一把刷子去沾这个亮片色 然后把它压扁画在下眼线 让上下眼皮有一体的感觉 不像这边就是很突兀 接下来我会用这样一只斜角的毛刷笔来画一个眼线 第一排第二个颜色 眼影式的一个眼线 上色度不是很高 就画出一点点影子就行 用它第二排的第二个颜色来加一点闪亮度 我拿到这种多色眼影盘 我基本上会尝试很多种叠加和搭配 然后去看哪种效果是我想要的 乍看之下这个黄色可能是单独用在眼皮上的 但是它其实是散的 你叠加在红色的眼影上会比较好看 我刚刚把眼线和睫毛都画好了 然后还涂了一个偏红的唇彩 索尼的这个相机拍出来不是特别红 但其实是非常红的 之后我会再研究一下这个色差的问题 这个妆容就是这样 是这一把2019个Way & Wild出的 年末的一个刷子套装 其中的一只眼影刷 我先用第一排第一个颜色 做了我眼眶的一个晕染 可以显得不是那么的抛 接下来我用第一排第四个颜色 整个妆容的主体色 但是这个第四个颜色它有一点点显脏 晕的时候和用它的手一定要小心 它有点像第二排第一个颜色 不是特别的晒 暗暗的黑黑的 我试着用手指再叠加一下它这个闪片 看看能不能把它画得更亮一点 不是我想象当中非常有亮的那种效果 现在用刚刚的这一只眼影笔再把它轮廓 晕得自然一些 如果你想要让你整体这个妆容不那么暗黑 不那么暗的话可以用第二排第二个颜色 叠加在上面可以亮很多次 同样的方式我把下颜脸也画一下 让它们比较有一体的感觉 我刚刚把我的睫毛膏眼线和内眼角的高光 以及唇部都已经涂好了 这就是一个完妆后的效果 因为我是黄掉二白的女生 我其实是偏深色的肤色 我用的话我觉得是OK的 不要下手太重 不要晕这个绿色的颜色 晕得越多它会看着越暗 因为它的undertone就会出来的越多 而是用手指去按压 这样涂出来会好一点 如果你还是觉得它偏暗的话 再抹一层第二排的第二个颜色 这样的话就可以看起来更加的干净 整个妆容更加的亮一些 我觉得还是美的 就是太白的女生可能不适合 这个颜色好看 但是有点太干了 而且它是这种木质的唇线笔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 我比较喜欢转出来自动的那种 颜色我觉得还挺好看 挺百搭的 给它选择的搭配是Tarte家的这一支 Lip Balm 14号是Nude 我一开始以为这一支是唇膏 因为它看起来显色度很高 到手之后才发现它根本没有显色度 就跟一般的润唇膏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正好搭配这样子的一个 比较干的唇线笔会比较好看 还有一个可以推荐给大家的搭配 是Mark Jacobs唇蜜 Pretty Thin这个色号呢 几乎没有什么颜色 所以正好搭配这种裸色的唇蜜 会比较好看 Mark Jacobs家的唇蜜都非常的玻璃唇 可以跟这个Tarte做一下对比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玻璃唇 颜色真的非常的融合 是不是一下子看起来就是舒服了很多 而且你的嘴唇的体感也好了很多 所以如果大家手上有唇彩或者是口红 买下来之后不是你当初想要的那个效果 或者是颜色的话 大家都可以混搭来用 调出一个属于你自己喜欢的一个唇色 之后我也会出一期视频 专门拿一些网上盲选的唇膏啊唇彩 结果到手一点都不喜欢的 重新做一个组合搭配 调出一个属于我的喜欢的颜色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记得大家关注我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错过这些视频了 这个妆容基本上就是这 再来我画一个比较蓝的眼影 先用第一排第一个颜色 铺满我整个眼眶 不用画到很接近眼镜 主要想要让它的效果是在眼眶的位置 然后再用第一排第三个颜色 加深一下效果 用的还是同样一把刷 这个时候可以着重在眼尾这个地方 然后再用第一排第三个颜色 画一下向眼脸 用的同一把刷子把它捏扁 这样的话整个眼睛会看起来 比较像是一体的感觉 接下来我就要用这个妆容的 一个蓝色的重点色 我一般这种闪片色 都是会用手指来上 中间和靠前的位置 跟绿色一样 它的undertone就是有点发黑 所以大家晕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尽量是这样按压 眼影刷晕的话 它的undertone会出来很厉害 尽量是用手指来按上妆 然后我再用这个排第二排的最后一个颜色 也是一个暗蓝色来画一下眼尾 这个颜色特别的暗 只要涂一点点就可以了 加重我们一个眼睛的深邃感 现在呢整个轮廓就是有点乱 我们再用第一排第三个颜色 把它们再混合一下 这个时候就晕边缘就可以了 尽量不要晕到蓝色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用一个斜角刷 沾取第二排的最后一个颜色 来做一下眼线 浅浅地画出一条阴影就行了 因为它本身显色度也不是很高 如果你觉得这个时候蓝色不是很明显的话 可以再补一补 同样的方法 画一下我下眼线 然后再用高光来画一下眼头和眼尾的最高处 再刷上睫毛膏 眼线壁 看完这三个妆容分享 我来跟大家聊一聊 我对这一盘各个颜色的看法 我们就从第一排开始 第一排的第一个颜色虽然看起来非常浅 就感觉像是肤色一样的 但是实际对于我这个黄调二白来说 它还是比我的肤色要深一些 晕染色的一个范畴 我觉得并不能作为整个全眼脸的一个打底来用 因为它毕竟比肤色还是要深了很多 质地非常非常细腻 大家近距离看我上妆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它真的很好晕 很细腻 晕出来也很自然 基本上三个妆容都有用到这个颜色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第一排第二个颜色像这种眼影盘里的深色 我都会把它当作眼线的晕染色来用 我觉得它的着色度不是很高 在画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它很容易掉色 第三个颜色 它作为进一步加深眼眶晕染的颜色 我觉得也是挺优秀的 第一排的第四个颜色 这个绿色基本上是我第二个妆容的重点色 它还是挺好看的 比较适合黄皮女生 就是大家一定不要用眼影刷来上妆 因为它的undertone出来就是显脏 正量还是用指腹按压上妆 会效果比较好一点 会更加的亮一些 第一排第五个颜色 这个颜色应该是这个眼影盘里面的一个亮点 所以对我来说 因为蓝色的眼影本身 我就觉得不是很适合我这种长相比较平庸的女生 所以我很少画蓝色的眼影 这个蓝色还是挺优秀的 因为它非常的亮 我目前眼影盘里面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我觉得还是挺特别的 就是看大家的喜好 如果是喜欢的话 应该会很喜欢 第二排第一个颜色不是很亮 就是它晕开之后非常的散 而且红色这个颜色也不是特别的出挑 第二排第二个颜色 它单用其实是非常sheer的 它的着色度不是很高 不是很有亮 不是很闪亮 但是它混搭在其他的眼影上面 可以增加人鱼肌的效果 就是有点晶晶晒晒的 我觉得还挺好的 特别是我第二个妆容 那个绿色的妆容 如果没有它的话会显得特别的暗 有它的话真的就是显得明亮了很多 妆容如果没有它的话 基本上就是要翻车了 第二排第三个颜色 我在画第一个妆容的时候有用过它 我当时就觉得晕开之后就非常的patchy 就是它有色块一块一块的感觉 晕得不是很好 第二排第四个颜色 对我来说作为眼眶 晕染色是比较重的 我觉得如果是大家要画比较浓重的 烟熏妆的时候可以使用 质地也是OK的 第二排的第五个颜色 非常非常的显脏 非常非常的暗 就是没有它表面看起来的那么闪 跟第一排的最后一个颜色的闪亮度 真的不能比 希望对大家的购买有一些参考作用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 请给我点一个赞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我的眼影盘测评的话 请点击订阅我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任何我所发布的视频啦 希望大家天天都开心 我们下次视频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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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